百兔姐妹兩人從小出道多年 一直以親純可愛形象深獲粉絲喜愛 然而隨著兩人的五官和胸部 越發展越離奇 他們的風評也越來越兩極 直到最近妹妹Yumi 和賭王兒子何優君 在香港被拍到疑似熱戀中 兩人知名度才再度打開 哈囉 你們好 跟大家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好 哈囉 媒體大哥們 歌迷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 白痴 我是姐姐Miko 我是妹妹Yumi 除了參與大大小小的演出 然後聽說還有出國進修對不對 那聽說兩位呢 在事業上也有一個新的突破 兩位有創立一個新的服飾品牌 沒錯 她做Double Trouble 那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姐妹倆近日出席活動 不忘賣力宣傳 可見和身價不凡的何優君交朋友後 兩人不但沒有鬆懈 反而更賣力工作 文明對 柔君 對 妳都叫何優君全三個字 當然不是啊 好朋友就叫Super Mario Super Mario 還滿好的朋友 所以身邊的重要的人 其實都會看到這樣子 所以就是包括她的家人 反正都看到 嗯 其實全部的人 事件延燒至今 連何優君都公開保護Yumi 希望大家不要再傷害她 可是反而Yumi態度堅定的很 一口咬定 兩人只是比較要好的朋友 其實就是比較好一點的 朋友的關係啦 就是隨著感覺吧 就看對了就是對了 YES娛樂新聞中心台北報導